全部馬筆準備 拖檔第五場四班1650米準備 一開閘時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埋面位置有大東海 中間還有浦東之威是走的 再在外面有金威神和魁馬 前程萬里大外當成精密房 接著大約第六位還有橙色眼罩 就是福道財星 後面內蘭636色帽那隻是金礦龍華 拍著在外面還有開心 後面是晉威王 實業英雄在內蘭的尾衣 尾衣雪山神區暫時電口就是高有勁 剛過1200米斷柱 浦東之威大前程萬里外面第二位 內蘭第三大東海中間第四福道財星 外面網空了一個金威神童 再後面還有黃衣精密房 內蘭位置還見到的馬筆有金礦龍華 中間就是開心 後一點的馬筆才見到有晉威王 紅衣紅眼罩那筆 尾衣的位置就是這隻實業英雄 拍著就是雪山神區 暫時帶到後的一隻馬就是高有勁 過了800米斷柱跑到對面直路尾 一對馬在前面放 內蘭浦東之威 外面前程萬里 第三位內蘭大東海中間 福道財星 外面還有金威神童 後一臨的馬 內蘭數出去 六三是金礦龍華 中間是開心 再外面還有精密房 後面那四匹實業英雄在內蘭上一些 在後面那幾隻馬是雪山神區 進威王那些馬 轉正彎入直路 前面灰馬就是前程萬里出來了 普通之威也不多 接著一齊出來的馬還有內蘭的位置 就是金礦龍華騎緊上來 大外擋有實業英雄和雪山神區 第二名就是前程萬里 第三名要拍照 有實業英雄和內擋位置金礦龍華 中間的開心也是接近的 結果這隻灰馬的前程萬里 頂到最後一百沒有了 雪山神區大外擋衝上來 實業英雄應該是第三名 三隻開了氣的馬 今場就包辦三重彩了 雪山神區大外擋衝上來 實業英雄應該是第三名 三隻開了氣的馬 今場就包辦三重彩了 雪山神區何則堯 萬法第二名就淺程萬里 第三名就應該是實業英雄 但第四名就看來很近 金礦龍華還是開心呢 好像開心 很難看 好像就開心 真的要認 開了氣回來首本路程 終於幫何則堯開齋 現在才開了氣 好像很像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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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拍影片 一隻灰馬就淺程萬里 博明搶 早段 不過裡面多一隻跟他一起搶 普通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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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威神童 也是會長 英物火也長不到 大東海在內蘭第四位 中間又有福道財星 然後呢 就看到你開心拍著金礦龍華 金礦龍華其實是好位的 好位的 雪山神區留到尾二 還有那隻 十二冰雄 尾三 在尾高有勁 尾四 尾四 那隻盡威王 挺輪盡的 轉彎 飛去到外面 很輪盡的 飛去到外面 突然騎到外面 走規 很不穩定 很不穩定 所以兩隻馬流 比較後一點 雪山神區 還有十二冰雄 都操控上來 一邊一批 千聖馬利不是很怕快的 那一場 他不怕 對 快他也OK 然後普通之威 很快就沒有了 賣爛了一隻 大東海 開邊金位神圖很早 也要比 沿道三碟 看看 贏那隻馬 雪山神區 在尾二 中間 尾位上 其實就算押了地 也比較爽 千聖馬利 他是順出了中間的位置 這個跑馬地是很怪的 一時是內蘭的 好處都不得了 一時又不得了 好像都沒得猜 我覺得 我不懂得猜 今天大家是進直路 都不要難 每個人都會跑出去 還有年齡都不同 以前不是這樣 去年又不是這樣